SOMETHING NEW SHIPPING VALANCE 好的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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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2014的世界大赛 我们迎来了八强赛者的第一个B5的第二场对决了 马上迎来的来自DWBG跟LNG的第二场较量 而在这第一把的结果 不仅是送给LNG战队的第一场世界赛首败 同时还坐落在红色方的位置 DWBG也如我们前面在Style所提到的 也就是他们与瑞士智的状况截然的不同 而现在所谓的这个防守大于攻击是不是真的要成真了呢 如果两队的实力差距没有落差很大的话 确实防守那一番会让整体的游戏容错率变高 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讨论的是 LNG他刚选了红方 然后他ban了牙宁跟欧罗拉 那选红方干嘛 那就是换成蓝色方 那就换成蓝色方吧 对 问题这个 红蓝的问题就是换过来就解决了 那这样子就会变成 WBG自己应该是牙宁会按 因为前面Scout是有玩过牙宁 而且表现是不错的 是 这场对决 打WBG接下来就稍微被BP给限制了 对 但本来就应该要这样 但现在反而是WBG先拿一分之后 如果我们照着这个蓝方会赢的这个逻辑去看的话 就变成你要谁先破红方 那你第一把输的你就很亏了 而且甚至你是一开始有选边权的那一边 是 现在要讲逻辑了是不是 好 要讲逻辑了 四位一样 总是有点感觉的啦 打WBG 开欧罗拉 因为其实LNG自己会BAN欧罗拉 看这段时间有没有去把这只角色练起来 蓝宝妮可 这在目前打WBG的角度是完全不开给LNG 就是不开 OK 那 欧罗拉跟雅宁二选一了 欧罗拉跟雅宁二选一了 或者都开啊 一人一支 但我觉得LNG很一点就拿欧罗拉 然后看你会不会会选雅宁 那如果你都不拿 你不拿的话 那 LNG就是全拿嘛 这完全是给小五的考验了 对 小五的考验 这个小伙 压力就特别大了 来看一下这边位想得非常久 这希格斯全开 那就 哇 是我会拿他看欧罗拉欸 欧罗拉还是雅宁 就是对面的雅宁不一定玩得好啊 那就拿欧罗拉 没有 还是雅宁 那右边就是欧罗拉了吧 这里不可能再开给对方了吧 这欧罗拉其实跟小五的 我觉得整体特性也算是不错 他也是比较偏就是战装嘛 就适合开团 我觉得会开团的人去玩欧罗拉 就没什么问题 好 那这里拿下也还有一个 红方错位的可能 这里看夜曲要不要也直接拿了吧 这欧罗拉配夜曲也是一个 蛮厉害的combo 而且他整也是会玩这只英雄的 也可以拆一下对面的组合 因为薇薇这次感觉整体LNG 就把夜曲的顺位抬得比较高一点 没错 来看一下 好 赛一把艾希 艾希的群做不错 朱女贾克斯吗 哇 这场那这所有的棋子都凑齐了 这中上也可以说是前期最无敌的阵型 其实我觉得拿到这三只就 无敌了吗 没理由输 没理由输吗 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太强了 因为你输了你要道歉吗 输了我ok啊 先看装备嘛 先看装备 我确认一下 输了 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是 只要你的选手ID是对的 在这个版本真的很难输耶 这个组合太强了 这前期打架强 后期团战 也有画面 那两个斗士的上限就是超级高 然后如果你真的好拼不赢 你去带边 你也一定有一定的发挥能力 就是它是一个很 就战术前期到后期 最多变性 同时最有效的一个阵型 就是经典META的版本是吗 它是少数你能够变性分代 然后你打团又强 然后你小团又强的组合 就它什么都有了 我就问一下这个阵容有什么缺点 就是看你的ID对不对 ID错了 ID错了就是缺点很大 但就是看起来 目前这几位选手来说 是没什么问题的 欧罗拉是走中 那这个看一下 同时防守阵 就45的bandway走的套路还是比较走向的第一场比赛双方所打的主题 其实这把LNG的组合目前看起来蛮好冲的 因为对面没有什么差异啊这种组合 是 对然后布朗姆也按掉了嘛 这种 这种算反开墙的辅助它也拆掉 所以它就变得 如果真的要进攻的话就是全部冲进去 我觉得右边可能四选要考虑把瑞儿抢走啦 就是不能再开这种强的这种团控辅助角给对方了 现在这个BP 打WBG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把硬碰硬 石头碰石头 感觉大理石是对小石头了 打WBG就正行 哈森这里还有夜曲耶 轮局要ban吗 因为现在目前比较常看到就是你这种冲牌是很怕夜曲关灯啦 而且现在右边的阵容配夜曲蛮厉害 虽然它后期伤害有点低 但就是至少你防得住 OK 最后 怕波比 开夜曲那就拿个夜曲嘛 我说波比还是手比掉啦 哎呦 我觉得四选夜曲然后五选看一下 对面如果敢选硬服还是像刚刚上一把说的 这种冲牌阵就是怕瑞娜打 就是让刘青松玩瑞娜打 打WBG在如果真的选的夜曲 他们前期这个队线基本上就是 就是零咯 但就中期就是找架打 你不 你可以主 反而是主动开的那一方 你怕被开你就是关灯嘛 是 不然这里有什么打野好选啊 可能要选非暗 阿姆姆 阿姆姆 而且这是错位喔 阿姆姆 可能辅助 也是有可能辅助的啦 是 多一个大强开 是康德珠女啊 可是就是 这把 开始哭 阿姆姆比赛就 没那么好发挥啦 刚刚看他战绩目前也还没赢过 没错 这个对局 WG得出招了 嗯 这个战队挺喜欢出一些 比较特别的打野嘛 之前也有 摩甘娜 之类的 根本喜欢在这个时间有一些变化 那就伊哲跟 其实也可以扭欸 有阿姆姆的话 你也可以 就是他 Q进来你先把他顶出去 你要逼他交第二段Q 那你的 C位有位移的情况下 其实他就不太好R了 那如果稳一点的话就是 瑞儿跟 雷欧娜这种 反正能顶在前面 吃绑也可以 这个 赛区的时候 还不是世界赛的顶尖组合 伊哲瑞儿 雷欧娜 那右边 这把 十万你打上阿姆姆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这把其实做辅助 OK 瑞娜达 这把瑞娜达很强阿 对方全冲牌阿 所以 唯一的救赎 撕破伤口选手准备要来了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准备撕破对手伤口 这里就是需要一个 一波大的反打 你知道吗 准备 要一波大的反打 让自己人打自己人 是最快的 这场比赛 其实这样选下来 右边 我 还是防守反击嘛 对还是防守反击 还是很明显的反击 其实他主动强开也厉害 因为他有欧罗拉跟阿姆姆 他们强开也厉害 那左边就是完全看 这个 组合归 强归强 但就像刚刚讲的 他完全是看ID的 没错 因为有一些队众 如果你选择阵容 他还是不会赢 对不对 那可能 如果这个阵容 不会骂赢的话 选其他的也比较痛苦 对啊 这种感觉 就是很抗ID的组合 在这个阵型 LNG就是他们有 无限的开火拳 就是他们在前期 包含了虫子小龙 前面20分钟的时间点 因为这个周上来的组合 他们有无限的进攻能力 反而是另外一边 他们这场的防守要做得更彻底 他们前期基本没有话语权 而在中构期来说 就算开团的能力 他们也是要看一下 对面整体的位置 所以这场比赛 防守打WBG 还是得做得很好 我觉得团战两边都 LNG是进攻 你可以说他把进攻点到很满 他的反开没有很高 那WBG 我觉得他们是个 可攻可守的阵容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贾克斯 珠女牙妮 这个组合 这个体系在蓝方现在那么强 因为他们多了一个 对方的阵型 没有的东西 就是编带 只要今天好 我团真的打不赢了 我有办法利用编带 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那这样就会变成 这个 玩欧罗拉阿姆那一方 你可能找不到团战打 那会变成 你得去开物件 那以开物件来说 他们整个阵容 吃的并没有到特别的快 那就有可能被对方 可能贾克斯 牙妮你如果被烙背到 你阵型被打散 你整体WBG 这个阵容就不成立了 所以 这个 比较 左边就是一个 什么都战术都能打的阵容 那 微博就是 看优劣 然后如果你团战 位置先被踩住了 你打反开 其实也厉害 所以这把看BP蛮难说的 那你以前玩游戏的时候 你是会那种 如果你是 那种战士 你就会力量点满的 还是你会平均点 我好像会 全点满 我会 磕金 确实 这要比较快嘛 这要快 确实 这个 总是可以 花点钱解决 这个 钱能解决的事 就不是事 来看一下前期入野 WBG到在一开始 毕竟还是会有一些 DC的主动群 他们选择 稍微入野看一下对面 想抓个人员位置 因为WBG 应该会希望能够正对线 就是他下路选成这样 他应该会希望能够正对线 安全点 对 我直接溜了你怎么办 溜了 溜了呢 溜了对WBG也还行 因为他上路就卡上地 防月塔那些也强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要看 哪边的这个 边线打得比较好 但不只要打 上路还要打打野的位置 他只能抓抓 然后想抢六鸟 发现不太对了 而且 视野没有给在自己的上半部 最终被赶走 被赶走了 中午同时 太阳现在加Q3 点燃下去 要打小虎一套伤害 小虎被打了 将近一半的血量 此时 流星松才赶过来 反手回打 思考着非常危险 交了闪现 在残血的情况下 不到100滴 WBG也没有选择继续闪现跟 这样换下来 反而是小虎赚 他赚了 他现在领先一个闪现 那他就可以往前压了 而且在 换 换虚的情况下 你就蛮容易抓到 对方打野位置 我还是换 同时 亚尼姆都知道 对线来说 前期还是比较痛苦的 很痛苦很痛苦 所以 这个交换血量 其实会是蛮大的一个关键 那就看雷奥娜 他回到下路线的时候 甲克什要不要TP 就是TP 那你可以看到 瑞纳达跟阿姆都是 顺着往下走了 所以这里 月塔应该又会再次执行 那就看这次执行得怎么样 这次雷奥娜就一等喔 他这边 我不去那一等 他一等点一啦 他一等刚 抓周点一 但他这里不到塔下 大 这大托兵全掉 他要等打野跟上路TP 没有他要等打野走过来 然后他跟打野一起走过去 那下半边的护甲声 已经要先开被掠夺了 TP下来 一等的行 先看在左边 阿姆踩两等 他应该是还没有绑的喔 那威威三等可以打喔 反正是LNG可以打喔 向前做压制 打WPG发现等级不太对 赶紧走 同志斯卡也来到了三等 这一波打WPG的下路集结 最终在处理换线的情况下 是让LNG的人可以顺利地吸到了经验 他们好像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他人只有两等 因为通常阿姆姆不会两等联绑 正常来说 就是你为了刷野速度 那只有两等 猪女三等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冲上去凶他 那没事就把这个 人TP下来 那至少这波线 甲克斯有吃到那就还行 哇那这样子的手臂 比如说对LNG在蓝色方的目前前期开局是不错的 不过当然他们的主动换线也让 其实一开始 我们的进攻权力 这些没有太好的效果 不过上半边是下路 这里 斯卡跳的主要想抓人 区主要交出了闪现的同时 这里终于可以打 斯卡也必须给交闪 不过上半边 抓到机会她的交闪现 并没有逃到安全的范围 直接被连续的流星车给锤子 不被杀人继续向前追击 区主要在已经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主要被跳闪给跳死 这波LNG蓝色方 开局四分钟两颗人头 感觉瑞娜达那个闪交得好像有点太...太着急了 因为其实一个甲克斯跳上来也不可能把他敲死 他那个闪留着 然后在对方跳上来的时候 去拉一下对方的位置 让LNG慢慢的还速打就好 哇 再逼一个闪 而且威威竟然还在 真正的守株待兔啊 在抓着LNG啊 有点小崩哦 这个甲克斯是有拿到一颗头的 哇 这等着LNG给交闪 而且这波兵线还要再做抢压 不过LNG松回来了 这波对线至少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个压制 经验可以吸啦 然后这里其实可以配着 依着这波线如果有进去 可以直接把这个线换回来 哇 那这开局LNG 接下来如果开始阵线对决 打BG的这个痛苦才开始嘛 我觉得这个闪有没有交吗 他跳上去就按了 马上按 然后这里想要追击嘛 这里阿姆靠的位置是还行 但他选择去勾这个雷欧娜 那在交一段Q的情况下 除非他第二段Q他直接往下勾 那个甲克斯 然后跟队友第一时间就勾动好 先把那甲克斯秒了 但他选择往右走的情况下 就被这个族女跟雷欧娜黏到死了 哇 在这对局 前期开局对打BG 这个防守应该就已经有那么一点 这个盾牌啊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小破洞了 对于LNG来说 会有很好的进攻机会 现在就LNG他可以 他这边是换线过来 那他就想要控仇 因为他先等下6等 甚至14分钟之后 他就开始打边 就慢慢模拟的外塔就好了 因为右半边卡商帝跟欧罗拉 其实边线应该都守不住 看一下上半部 这里线路没想到 其实没有换回来 他们想继续的压制 反正是打BG得跟上来 有跟上来跟上来 嗯 他们要选择 才真正的正面对线 那这个重团看会不会打起来 哇但重团的话 双方有蛮大的召善师技能差距哦 我觉得重团就是看两边中路 因为重团应该两边中路都会上6 那看哪边的这个技能的施放 比较好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右边其实缺两个闪 右边打起来风险很高 来看一下 下路被控啦 然后主要是队友在吃虫了 所以他在阿姆都没有肉头的情况下 他以防被gank 所以就过来中路骚扰一下 是